我們今天來到台北市的泛德冰箱展示中心 來購下這台528i 2014年的528i 那依照觀念我們來先檢查一下車體結構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一下里程數 好,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車體結構部分 因為它這個引擎蓋如果開啟的話看不到你怎麼輸 嗯,檢查車體結構一樣 就是從外面的板件,引擎蓋,兩個葉子板 這邊請按壓開始檢測 那,這貼紙在 然後,我是沒有跟動過 嗯,板件的設計是 符合它的年份的 嗯,像這種淘華房車的話 它的葉子板的內圓它都會把它包固起來 所以你要看的話其實 就 要稍微把它打開一點點 OK,因為 光線的關係 這邊可能看的 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們在看的話 它這個 板件的色澤 內圓 跟螺絲 都 都是OK的 那 像這種比較 難 包覆性的這個車型的話 盡量去看一下它這個 鐵子板的內圓螺絲 這個就會看得到 因為你如果這個 鐵子板要整個換掉的話 你必須要把這個螺絲也拆卸掉 那這看起來就是沒有問題 左邊的葉子板看完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裡面的 結構的部分 在這個 應該是水箱支架 水箱支架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漢點還在 然後 沒有切割的痕跡 這邊 車底膠也是原廠的 就是這種 很厚實 很緊密的叫 然後 然後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大盾的部分 基本上來說 這台車子是2011年 2014年1月生產的 所以這個大盾應該要在 14年前生產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看到它產地是得過的 那就代表它一定不是附廠建 那再來看一下 它的製造日期 OK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行 2014年 1月15號生產 所以符合它 2014年1月的出廠日期 左邊的大盾 這樣看起來不會有習慣的 機率 那再看這個 水箱架的部分 那再看這個水箱架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這些 所有的料件的套碼跟板件都是OK的 右邊的燈 看一下 一樣 2014年1月16號生產 左右大燈是 原廠的 水箱架沒有問題 然後 左邊的葉子板沒有問題 機器蓋沒有問題 看一下 右邊的葉子板丸 就可以確定 車頭的部分是 原板件 沒有更換過 OK OK 包含這個 最後面這顆 葉子板內圓的螺絲 也沒有更換過 板件的色澤 以及 狀況就是 是符合這個 14年的年份的 所以這個 車頭部分 前夜 嗯 結構 都沒有問題 那 車側的部分我們一樣看一下 車門的腳鍊 OK 沒有問題 門邊交OK 鼻竹OK 右後門的腳鍊沒有問題 門邊交OK 其實 因為現在B&N 呃 它的維修做得很 板件的維修做得很細 所以 如果你這個門喔 呃 你擔心它看起來像 有換沒換的話 你就要從這個 裡面照進去 看一下它 門裡面的顏色 如果是 像這個銀色的車子 裡面就要銀色的 不能黑色的 如果黑色這個門 門皮就會換過 那我們看 目前是沒有啦 什麼 那 C柱都 沒有問題 啊 騎這種房車、大型房車、豪華型房車 每個地方都包起來真的蠻難看的 但是這個葉子版就很明確 這種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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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厚的膠 就是德國製造行業才做得出來的 這種都不用懷疑 這個都對右頁沒有問題 後箱蓋看一下 後箱蓋 好看啊 後箱蓋這樣看起來沒有問題 膠條也沒有問題 對比左邊的左後葉的葉子板膠也是原廠的 這個一定是原廠的 這個在台灣真的沒辦法去用這種探接的走法去做這種膠粗 那看一下備胎式 一樣是包覆性的備胎式 所以我們就是又要趴下去看 可以看到後面這個 這個是兩頭 因為這有排氣管管沒辦法抖 接下來就只剩右側的部分了 我們來看一下右側的C柱的部分 鋪定 以及 門邊的鋸鏈螺絲 還有 門邊的封裝膠 這幾個部分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 現在前 右前門 右前門一樣 鋸鏈螺絲 這邊A柱 鋸鏈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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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沒有任何的板修痕跡 這個 該有的貼紙 都貼在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判定這台車的 所有的板件都是原車原板件 沒有任何事故的疑慮 那接下來下一步我們就要 進去跟 這個客戶 郝先生來 議訂這台車子 看他願不願意賣 以及收購最後的價格 好的 那最後我們跟 這個車主 2014年的528 新車大概是310萬 我們 最後跟他收購的價格是在78萬 那 跟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我們收購的金額是在78萬 其實呢正常的 里程數的 528 新車310萬這種總代理的車型 然後他這個又是Modern的就是 會加一點配備的 會比一般的528再多一些配備 新車價也多了大概十幾萬左右 那310萬其實現在跌到78萬的 這個跌幅已經是不到三分之一了 那其中有一個小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這樣 他的 實車里程已經跑到17萬了 正常14年的車子 6年車子 那我們以平均1萬5到2萬的里程數 他的里程應該要在8萬到12萬 等於是說他比正常一般人用車的範圍裡面 多跑5萬公里 所以呢也就是因為他這個比較多的里程數 我們收購價格其實比正常的528的行數 大概減少了25萬左右 因為這個車子如果是 當然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因為它是銀色的 現在目前市場上銀色的車子 它在銷售上面比較沒有那麼暢銷 大家比較喜歡這種大型房車是買黑色的 那所以呢銀色大概扣了三四萬塊 那里程數因為它的里程數比較高的原因 大概比一般正常的車數少 而是出頭萬 也就是說倒回來說 這個車子如果是黑色 7-8萬的里程數的話 它的收購價大概是在95萬 那一般我們也查詢過 一般車行的開價大概在110萬 那為什麼17萬里程數的車子 我們原本說 第一個 它的車子的內裝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有問黃先生 它其實基本上它都是長途上班走高速公路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使用狀況 其實是 是車子的狀況是OK的 唯一需要整理的部分就是 外觀的輪圈 輪圈 四個輪圈要烤漆 想要把他烤漆這兩個 除了這幾個部分以外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氣氛 內裝 大概就是像7-8萬的重點 因為它都跑高速公路了 所以它的儀表里程看起來很像 可是它的車況其實跟7-8萬是差不多的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這台車都有在原廠做保養 也是因為原廠有保養 那黃先生他說它該做的該換的零件 它都有換 所以我們才去收購這台車 因為你如果一般的車況要賣到110萬的話 我們這台車買78萬 賣個86-7萬 消費者可以省掉這2-30萬 一樣有這528的配備 天窗環景 245匹的得志馬力 後輪驅動 大型防車這些都是兼具的 可是它用的金額 可能只需要用2012年的520D的價格 就可以買到這樣多的配備跟多的這些性能 所以我們最後才跟它收購 好 那下一部分呢 我們已經鑑定過它的車體 也跟它買購入 然後也分析我們購入的原因 下一部分就是我們會去原廠 其實就在旁邊了 就後面了 因為這個 范德的保養廠就在展示之前旁邊 我們等一下進原廠 第一個查詢它的紀錄 第二個看它有沒有任何代休的部分 謝謝 我們現在來到 BMW 范德主委的 保養廠 原廠的保養廠 那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的上一支的保養紀錄 以及 原廠看有什麼代休的 好 是我要保養 保養 對 謝謝 protection 謝謝 注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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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é dryer 喔你們現在是感應鑰匙對不對 對 喔喔喔 我是看型炸耶 什麼的 變得比較厲害 現在我車之前都是在農德達雅 嗯 然後我已經 我只能看現況的方法有訊息了 嗯 因為他已經跑了 他也跑了十幾晚 嗯 嗯 等一下喔 我等一下掉出來一下 以目前來看呢 紅色的這個都是到期 像機油啊 空氣芯啊 這個還有煞車油 這個都已經到期了 而且超過 他1月的時候就亮了 嗯 目前超過800公分 你用樣子就讀得出來對不對 對 因為我之前是農德 所以農德紀錄會不會比較完整 嗯 對 那最後我們回到原廠去做個檢測以後 那 其實 下一次保養椅只需要花你最基本的 機油 嗯 空氣芯以及 煞車油 這樣子 其他的保養項目都 都是有做過的 然後 嗯 嗯 嗯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到尾聲了 那我們這台 嗯 一次年的528 嗯 回到店裡以後 經過烤漆啊 美容啊 整理完以後 呃 預計的售價會坐落在 86萬8 那一樣影片 看影片來 呃 購買的客戶可以再多摺1萬塊 那如果你對於我們這台車子有興趣的話 呃 請 到我們捷律車的地址是 台北市北投區地址路61號 那 賞車的服務專線是 0917435 209 謝謝